但几次接触下来他觉得 任先生对自己也是有好看 这个当时没有透露 没有明确透露 没有明确透露 在我看来觉得有希望 更重要的是林小姐说 他们两人并非只是挂名夫妻 这一切超出双方的约定 因为起初林小姐根本没有表露出所谓的好看 而是摆出一副拿钱办事的态度 完全就是因为 而从对他公司有一次 他那个去 最后的房产债务做了详细的风声 不仅如此 这份协议千万杯多酒 两人又签了一份附加协议 在这面东西当中呢 就是说对于这个整个的财产 全部都约定为男方所用 这边是有一个明确的约定的 一约式方式 将来如果发生不离婚 或者是发生协议离婚 争议不清的情况 就是签进了这一份东西 附加协议上写明了 林小姐呢 以夫妻双方的名义 购买银行区的一套住房 并且约定林小姐的房产份额呢 是1% 任先生呢 是99% 房产中介告诉任先生啊 如果林小姐反悔的话 他就拿出这份协议 按照约定呢 支付给他1%的房价 这样一来呢 也就和之前约定的 支付6万元的好处费一样了 正是有了这个东西 任先生呢 才放心去购买了房子 并且在